黄市长为什么被纪委带走 3月1号黄市长被纪委带走 震惊全国 黄市长此案与传统腐败案为何不同 下面Eason引发大家几个思考 第一国内官场啊都是闷声发财 自己包几个二奶 存了几吨茅台 谁都不知道 而这位黄市长是所有贪官里 唯一的网红 居然公开3170条装插微博 引大量美女少妇跟铁评论 求交友求保养 贵败是崇拜 黄市长哪来的报字呢 又做官又做网红呢 第二黄市长为什么被抓 你想如果你是书记 他是市长 晚上一块去KTV的时候 人家一拿手机 有几万粉丝 你这一拿手机 没粉丝都没发朋友圈 你这脸往哪哥 你要是省长的话 你下边小弟影响了一比你还大 你去考察个贫困户 当地新闻没人看 人家发一条微博 无数美少女围观 老百姓拍手叫好 甚至你包养的二奶 都是他的粉丝 你的权威被下面小弟如此揉励 你是不是如坐针毡 想不想第二天就弄死他 所以黄市长到底贪污了没有 只有老天爷知道 第三你是老百姓 你想监督领导的工作 但是领导呢 不发微博 不发朋友圈 你没法follow他 而这个黄市长主动把自己日常工作 发朋友圈 发微博 所以老百姓一定会follow他 都愿意跟随他 但老百姓不懂官场 这样反而把这么好的黄市长给嗨 我个人非常喜欢黄市长这种风格 又做官又做网红 不好吗 执政公开透明 这种好智掌为什么不推广呢 最后 Eason点评 我想说首先官员是人 有虚荣性 很正常 带个名表啊 喝个茅台啊 发发朋友圈 人之常情 你想啊 你们这帮穷韭菜 一辈子都没喝过真茅台 我家第一个死 存了好几吨 每天把茅台当可乐喝 我当然要发朋友圈 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啊 但是 没有市长这么发朋友圈 那么 是什么样的体制 压抑了市长的人性呢 又是什么样的文化 造就了官场 只能闷声发财 喝闷酒 不能够把人性最基本的 向往美好 向往虚荣 展示出来呢 如果这种体制和文化 如此的压抑人性 你还愿意做官员吗 评论区留言 让你做市长 但是 不准发朋友圈 不准上微博 不准玩抖音 你干嘛 好 ,,,, ipline ,' ,, ,, contrib ,